在畫面上看到21.0全民開講 到底台灣的這個景氣復甦 可是是復甦到這個什麼程度 是談話一現嘛 剛剛看到迪化街 包括迪化街的理事長 也直接指出來說 這個目前的因為除夕前夕 那麼讓他們原本沒有預期的 這樣的一個景氣的面出現 可是就在過去將近五六天以來 那麼全面性的提升 而且幾乎比去年還要高 大概一到兩成的情況 那麼今天是禮拜一 整個迪化街 剛才我們的現場 這個衛星連線的這個說法 幾乎已經是人潮汹湧到 那麼完完全全 超出過去連這個很多的主要的幾條路 都已經走不通的情況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了解的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般的業者 店家也沒有期待 那麼今年的這個除夕會在最後的前一個禮拜 有這麼大的這種轉變 這是一個局部的還是這是一個整體的這種情形 這是一個曇花一現 還是會這個景氣 真的開始會做良性的這種循環 那包括剛剛這個說 在現場是誰在那邊說 剛剛有理事長說這個是佛跳牆 今年已經邁到了這個難以想像的一個狀況 在現場有誰可以來談是理事長在現場嗎 是 理事長 理事長 我是老協真 張主任 是 大家好 你們好 剛剛這個地化大街的這個理事長說 今年特別的這個年貨裡面有一項佛跳牆 賣到夯到不行 是這樣的嗎 對 因為我們裡面有非常好的南非鮑魚四顆 那大家都看得到材料 還有黑玉刺生 柿汁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日本北海道的干貝 再加上我們用頂級的食材 大甲的芋頭 台灣的大甲芋頭 然後精燉的高湯 下去燉煮 只要蒸個一個小時 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就可以完成一道佛跳牆 我有問題現在是賣到什麼樣的這種程度 今年你說 剛剛特別強調的說 今年這個佛跳牆比過去好到什麼比例上 因為我們開發了屬於自己的一個比較食材 等級高等級的食材 然後我們今年已經賣了第三年 所以業績蒸蒸日上 今年漲了三成 就是業績漲了三成 賣了多少 謝謝 賣了多少罐呢 賣了多少罐呢 這個好像要 我們要再做一個統計 目前還不曉得 所以這是 剛剛我們聽到這個佛跳牆說這個增加三成 前面有一般的靈嘴瓜子都說比去年增加兩成 那麼佛跳牆是增加 我們看到了迪化年後大街的這個理事長 理事長 這個我再請教理事長一個問題 吳理事長說今年整個還有將近一個禮拜就過年 其實不到一個禮拜 還有四五天的這種情況 每一天的人潮 你預期 都會是這樣子嗎 今天因為是禮拜一 過去 剛才我們也聽到店家講禮拜一 我們也會有十萬人 十萬以上吧 過去 十萬以上 還有再來的五天還有十萬人以上 十萬人以上 最少今天還有十萬人以上 你說今天一天就有十萬人 星期一 連過去這個週末加起來 過去週末你說有多少萬人 你說有多少萬人 最少有二三十萬人 是 那未來的這幾天每一天都會有十萬人嗎 十萬人以上 不只十萬 其他的 南部的情況您知不知道 南部跟中部的情形 南部跟中部的情形 南部我不知道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 沒怕少許 少許 少許 少許大碗 來這裡就沒問題了 好的 謝謝這個迪化商圈 吳永和理事長 而且 今年在全台灣各地都增加 即使在北台灣也增加好幾個類似的這種商圈 但是 你顯然每一個這個商圈的這個業績都會增加 可是我們現在回來 其實這是一個短暫的 還是這是一個長期的開始 這是一個局部的 還是這是一個整體的 那麼這跟目前的內閣改組 內閣改組在上個禮拜 宣布了這個江一化先生組閣之後 所有的一般的這個民眾 對這個新的內閣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 民眾會有很高的一種期待嗎 這段狀況 今天《中國時報》有一個民調很有意思 他說對於江內閣 那個居然有期待只有26 然後有41%的人 根本對江一化是誰都不太 不太熟悉 那是好的 對 那是好的 我是這樣看 就是說這個你從數字來看 這是所有 我有看民調數字裡面 對一個新內閣期待最低的一次 中間 26 我記得尤希坤在組閣的時候 即使民進黨那時候情況 不管好壞的時候 一個新閣出來都五六十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 陳聰在組閣的時候 那時候也不錯 至少是四五十 我記得沒錯的話 為什麼這個會到26 這個是不是好事情 我認為我們要細細去思索 我不敢講說這是好還是壞 但是對你沒有期待 我同意剛剛奉心講的 經濟會變好 但是對馬政府到底會不會因此 就評價會比較好 我是一個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尤其是這一次整個來講 大家人民所希望的是 你是一個拚經濟的內閣 你是會帶動經濟成長的一個內閣 可是整個內閣人士發表出來以後 事實上我覺得你去看 整個這個輿論的反應 不是在講說政策會怎麼樣 或怎麼樣 而且變成誰鬥誰 誰卡誰 這種負面的消息很多 然後質疑說交通幫怎麼來搞經濟 或者是說現在有一個質疑 你說江儀化 好 這樣的一個知名度不高 你不管說他多優秀 可是他畢竟他也只有五年的一個 政務官的一個資歷 然後他上頭有馬英九 旁邊有劉兆璇 就是推薦的人 然後下面有毛治閣 一個馬哥哥 一個劉哥哥 一個毛哥哥 然後這樣子 你一個內閣 你到底能夠發揮到 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加上現在拚經濟 大家很希望就是說 你這個財經內閣 給人家提出來的 莊教授提出來兩個這個角度 一個就是民眾 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這是不是對建立人民信心 或者整個的經濟 能夠加速的復甦 是一個負面 另外一個角度 他們好像沒有專業的經理 財經的背景 這也是不是一個負向 我們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比較擔心這一點了 台灣長時間都很喜歡去對政治 特別對人事做過度分析 許多的你在媒體上面所看到的 對於人事的分析 這個卡那個 那個都這個 其實坦白講 絕大部分的人 他對於新聞的運作的背景 對那個人事運作的背景 一無所知 要不然就是基於政治立場 要不然基於就是常識 反正談八卦 那種東西又不用負責任 所以對許多人 人事跟政壇上面的 這些的政策的形成 或者人事的更典 經常就是從那種政治八卦的角度 去找眼 他跟事實 如果你在圈子裡面 你稍微願意去做一些的採訪 跟背景上面的了解的話 經常是天差地別 這個先放一邊 我覺得對這樣一話的 就是說期待低 這不奇怪 因為目前連陳忠祥卸任前的時候 民調都是這麼低 滿有民調都是這麼低 但是低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你從好的角度來講 因為他對他期望值不高 所以未來他的任何的表現 大家都可能會有點 一點喜出望外的感覺 因為你的預期心理的關係 期望值低的話 對這樣的話並不見得不好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眼前的對於 對於政府所做的各項的民調 他跟2011年的2月3月的情況非常像 2011年2月3月 大家去看其實是各家的民調 包括中國時報裡面 TVBS的民調 滿久的 滿英多大概多少 都兩成多 其實大概也就是兩成多 所以才會有民進黨 他們會覺得2011年4月 不管他們提蔡英文 提蘇貞昌的 2012年穩贏 對 他們一定覺得穩贏的 所以現在的民調 我不能說他一定就不真實 可是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只要選舉的熱情一過了之後 你就看民調的時候 他似乎總是讓他覺得 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低 也不至於低到這樣的地步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不曉得 但是眼前我們所看到的 內閣的改組 如果說大聲的說 我們不要一個什麼交 就是說一些 一大堆交通專業的來拚經濟 我老實講 就是說在我認識的這些人 目前的台面上官員裡面 誰最懂經濟 最懂經濟的贏幾名 石岩翔 陳聰 這些都是我大概跑 跑黨戰的過程中 最了解經濟的 最了解經濟的專業 都被你們罵得要死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民眾到最後就看這個結果了 主持人 我基本上 我是不同意那個 蘇漢的講法 因為他基於黨性 提早強烈的這個批判 我覺得大合不必 我為什麼相對樂觀 我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跟歐盟 跟美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美國跟歐盟 都深陷在債務的深淵裡頭 尤其是美國 二次房貸大家都還沒解脫 我們基本上 我們台灣人民 通常手頭的債務不多 你知道嗎 所以潮水怎麼退 潮水就怎麼回來 要不然你等著看好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經濟的信心 會回來了 要比其他這些 深陷債務的國家要來得好 第二點 我覺得大家對這個江內閣不抱期望 我覺得你要仔細看它的內容 肯定有二十幾趴 但是不知如何回應的四十幾趴 因為大家不曉得這個人是誰 江宇娃這三個字很不容易唸 但這個有什麼好處在哪裡 就是說過去這一兩年來 大家對陳沖內閣不滿 雖然他是副院長 大家並沒有把這個帳 算在他身上 這小不在聖廷上面 所以他們雖然還是老面孔 除了張家柱從華航回來以外 都是老面孔 只是換了位置而已 但是我覺得馬總統這一次換內閣 選的時間是非常好 因為景氣復甦了 所以景氣復甦的話 過去在此做一個了斷 新內閣不需要被這個負責 被這個罵名 而且也不需要為過去負責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是兩個人你要注意看 一個是江宇娃 還有一個是管仲敏 只看這兩個人其他都不重要 管仲敏是陳沖內閣最大的右派 他有好處嗎 有好處 就是說我向馬總統建議 你就搞一個航空城兩個新加坡 如果在這個法案的 這個法律的鬆綁上 管仲敏可以做得好 他就有功勞 但是我覺得他的右派的心態 有一個缺點 今天很多人批評他 綠營的人批評他 說他就是政治敏感度不夠好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你去年拒絕了 加大家兩個茶葉蛋的時候 真的有那麼不好嗎 回來的力道你猜錯了嗎 現在既然回來的 比你預期好的話 是不是要給三個茶葉蛋 我覺得這一方面是專業的判斷 而不是政治的敏感度不夠好 所以管仲敏 大家看著管仲敏就好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大右派對美豬會怎麼想 對和氏會怎麼想 對大陸農產品竟然會怎麼想 只要經濟的大右派 對農是認為他只佔GDP的 這麼一點點 那是周欣義的說法 對 然後和氏更別提了 他一定就是說一定要商準 可是這一些議題 在台灣真的是高度的政治敏感 而且也牽制到價值 這個社會的一些核心價值 而且他慢慢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內閣 將來要處理的這幾個 都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事情 假如有這樣一個大右派的一個事 你的一個政治的領導 你的Leadership 尤其在改革 尤其在推動經濟 那Leadership也很重要 能不能解決這些政治問題 我事實上是有一個深刻的懷疑 在去年大家的這個期待 對這個新的內閣是非常高的 然後看到這一連串的這個政策推出來 你不管是在民眾的自我的這種角度來看 你這推的這種政策是不是有效的 是不是各自為政的 現在民眾在問這一個問題 你能不能夠有能力 你要推任何事情 民眾說你做 你有沒有能力把它做好 這是民眾現在最大的憂慮 能不能夠再度讓人民有信心 我覺得今天從一開始我們談 底化街的年貨大街 談到現在內閣的重整 整體的政經環境 那麼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刻意的安排 前面我們談到的 當買氣回榮的時候 買氣回升的時候 你要如何使這個買氣能夠延續 如何使這個繁榮不是曇花一現 而是持續的進度良性循環 要好促銷 而在促銷裡面 除了產品價格通路推廣以外 最重要的因素是人 人的因素 好 所以我們剛才談到說 到底買氣回升是一時還是長期 人的因素最重要 同樣的我們的經濟看到了景氣的復甦 看到了景氣亮的綠燈 看到了各種指標的好轉 看到國際經濟在復甦之中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內閣的人 人到底能不能使這一個復甦能夠持續 我覺得這一次江一花的內閣 是一個叫做非典型內閣 這個非典型內閣會有很多的人 是讓大家跌破眼鏡的 那跌破眼鏡的人會好會壞 我覺得是尚待觀察 所以現在才會只有26% 對他有信心 可是莊偉你不要忘掉喔 你看看整個的民調的顯示 對現在原有的內閣的滿意度只有十幾 只有16喔 只有16喔 對陳衝的滿意是26% 對 但是對整體內閣 格員的滿意只有16喔 對 但是對江一花這個新的內閣 的滿意有26喔 跟陳衝是一樣的 不同機構 還沒有競爭 還沒有競爭滿意是嗎 不是啦 對 所以代表 代表民眾本身他的期望 是有所不同的 也就是說民眾對於一個 非典型內閣的用人 是存在期待的 目前是存在期待的 不管他現在用的 你用的張家柱 或者是管中米是如何 民眾畢竟是有期待的 新人新政有期待 我覺得現在的江一花的內閣 他的目前優勢在哪裡 優勢在於說 他的府院之間會比較和諧 我認為他整個的運作上面 不會像過去有那麼多的漢格 對 對民眾來講 黑毛白毛都無所謂 你抓到老鼠 能不能夠加薪 更重要的一點 這是所謂非經濟專業的一個內閣 但是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也是不是馬總統終於醒悟 什麼東西都其次 能不能夠讓人民荷包 這才是 您看法 我覺得江內閣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今年他是打一個 一手的順風派 因為整個大環境開始在好轉 所以他如果不出什麼太大的亂子的話 就是說不要自亂馬腳的話 這順風派對他是有利的 至於剛剛這個韜哥講說 他不是一個財經內閣 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 有幾個財經內閣 余國華算 李煥不是嗎 郝伯春不是嗎 連戰也不算是財經內閣 然後蕭萬常算是 對不對 我們看到李登輝時代 沒有全部用財經內閣 余國華的時候 他的經濟情況 包括整個金融情況 也不見得比連戰好 連戰 我記得那時候 他行政院長的時候 次次是米平的 政府次次是米平的 首次出現米平的狀況 他不是財經內閣 所以我都不覺得 一定要用財經內閣 那莊委員就更清楚 阿扁執政八年 換了六個行政院長 六個沒有一個財經內閣 還有張俊雄還當了兩次對不對 四大天王大家輪著幹 景氣好壞也隨著國際經濟在波動 OK 馬英九上來 用了現在目前第四個格魁了 劉兆璇算不算財經內閣 我覺得一半半 接下來這個 吳敦義肯定不是財經內閣 陳聰是 現在江儀化不是 所以我們其實先不要去否定 江儀化他沒有財經背景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至於說江儀化到底要面對 什麼樣的經濟情勢 我覺得有優有劣 劣的第一個我要講 台灣老百姓現在越來越沒有耐性 時間非常短 對 所以江儀化你上來 你必須要知道你的時間 你的賞位期可能比安倍晉三還要短 沒有賞位期 沒有蜜月期 好 就是同步 第二個呢 曹哥選舉快到了 除了黨主席的選舉外 明年的五都後面2016的選舉 所以基本上你說它是一個選舉 戰鬥內閣也不為過啦 講實在的啦 第三個政府現在的財政給力是不足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個江團隊 你要大刀破斧去做 剛剛鳳雲講嘛交通幫 為什麼要那麼多交通幫 我的直覺聯想要推動公共建設 包括 OK OK 就包括機場包括這些包括剛剛講 就重點你不管推什麼政策 所以你沒有錢嘛 你現在政府沒有錢嘛 財政不給力 現在你怎麼樣能夠把事情做 一個對的這個政策 用對的方法來做 民眾現在過去是對整個的一個施政的方式 我們上次TVBS的這個民調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我當然同意沐華的一段話 就特別提到說 因為去年 去年在選前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說不管馬英九當選或蔡英文當選 台灣的經濟只有大壞跟小壞的差別而已 因為去年確實不是一個經濟的好年 好 但是今年相對來講它是一個順風車 所以這點我是同意的 另外一點就是大家都提到說 財經專業到底重不重要 我這邊提一點就是 大家很懷念的孫運璇先生 他是台電工程師出身的 大家很懷念的李國鼎先生 他是物理系畢業的 所以我不覺得財經的背景 跟他會不會做好財經這件事情 是絕對正相關的 相反的有的時候反而會掉在苛舊裡頭 反而跳不出來 所以我通常其實在看待一個內閣改組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人 每一個人的性格跟特質 都有他在這個位置上面的優點跟缺點 我會講他的優點 我也會講他的缺點 這四個人共同優點就是真的都聰明 這四個人我看起來都聰明 那都能夠在很紊亂的資訊當中 很快的找出有創意的答案 而且這四個人都能突破科救 可是我要提一點 去年的內閣給我們的教訓是 有兩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去處理立法院的政治能力 第二個在內部團結的霸氣 那我必須要說 處理立法院的這個政治能力這一部分 我現在四個人我都看不出來 我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夠找到人補槍 他們處理政治的這個能力 這一點我很擔心 因為這會決定他們的偵測 到底能不能夠很順暢的推出來 第二個就是他們內部的霸氣 其實我想了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來想去 江儀化 剛剛唐向榮認識比較久 江儀化是個千千君子 他或許有柔軟身段 他或許也比陳聰來的堅持很多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他沒有足夠的霸氣 相反的 其實毛治國是有霸氣的人 如果江儀化有那個度量 讓他一個有霸氣的副院長 去處理很多混亂的事情的話 處理很多部會協調的事情 如果江儀化有這個度量的話 那說不定可以對他刮目相看 去年的這個無論是郵電這個雙掌 或者是這個證所稅 你說該不該做 理論上來都該做 但為什麼做到全民皆願 各自為政司統合 也就是剛剛講的 所謂霸不霸氣也好 溝通的這個能力 政治的這種手腕 這一點請教唐向榮先生 就這一個性格 民眾不管說誰是誰 你能不能做到這個 我管你哪一位有這個 什麼政治手腕有沒有霸氣 能不能達成目的 有嗎 國民黨的政務官的培養系統 他其實已經 已經不太容易培養出 有霸氣的政治人物 你從馬英九的個性 你從江儀化的個性 大概都會看得出來 就是說在循序在排隊 有霸氣出來了 你很難 你除非記下去 如果說從一些地方行政手 所長上來的 比如像朱立倫他們的這些人 他們有比較多的這種選舉經驗 跟地方經營的經驗 或許有可能 但是從這些人身上 你要呈現出那種 我們覺得像是李登輝那種 那種拍桌子 就一拍定案的那種霸氣 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處理立法院的問題 政治技術他確實是當下 或者說馬英九不只是當下 過去5年的最大的造馬 就是他始終沒有辦法 讓這個車子就是說 如鳥之雙翼一樣 能夠非常有效的運作 因此每一個行政手長上來了之後 面對到立法院幾乎都焦頭爛額 今天即使是陳聰 陳聰 陳內閣在立法院裡面 如果今天你民調看不出來 你去問過國民黨的立委 有幾個對陳聰的內閣會 或正面的評價 罵得湊湊頭 甚至於公開點名都在 陳聰的內閣必須要改組了 這國民黨的立委 都已經是公開喊的 你現在將一話上來之後 你說這種事情 會有多大的改善 你從黨團三長的安排來看 我其實不樂觀了 過去也許馬英九或者說 國民黨的行政部門忽略一點 我真的長時間下來 國民黨的系統裡面 最能夠把立法院穩住的 只有一個人 就是王金平 所以你任何一個 一個跟立法院互動的人 你即使你抓不住王金平 起碼是必須一個 跟王金平講得上話的 但是你過去行政系統的安排裡面 連一個可以跟王金平對話的都沒有 甚至於擺在那個地方 跟立法院要做溝通的 經常是跟王金平 在一個對立面的一個派系 跟政治立場的人 那個當然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在人事佈局的時候 黨團三長 就是你的行政院的三長裡面 負責的那個人 通常我們講的秘書長 他在這方面必須要有經驗的 或者你對於王金平來講 基本上他是有一些 有一些互動的可能性的 但是以目前的佈局來看 這部分我仍然很擔心 對 唐向榮其實講到這個問題的 另外一個核心點 今天如果社會大眾 用專業的這種角度來看 光是一個內閣改組 他不是唯一的 如果立法院就國民黨目前執政的 也是屬於多數的 沒有辦法跟這個內閣改組 內閣改組之後 也沒有任何改善這個 跟國民黨黨團之間的一些 無論是溝通 說服或者取得支持的話 整個的不管再推什麼政策 也是沒有用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就以前 以目前的疆義化的內閣目前 呈現出來的這些所謂的部會首長 包含疆義化的本能 還有毛澤國 還有他新的秘書長陳薇仁 跟立法院的關係都是非常不好的 要不然就是非常疏遠的 你說他能夠跟立法院之間 處得好嗎 跟王金平有沒有對立面 剛好王金平其實最不喜歡的 其實就是 跟江一華關係很好的那位人物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說跟立法院的溝通 我是比較悲觀的 至於說霸氣他更沒有了 而霸氣跟溝通力協調力比決心還重要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在張家柱擔任中鋼董事長的期間 張家柱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清廉 而且完全沒有包袱 當時有一位 現在已經離開媒體界的聯合報的 一位資深的財經記者 給我一堆中鋼弊案的資料 結果我看到覺得這個資料非常有價值 我就把張家柱叫到我的辦公室裡來 我把資料給他 張家柱看了以後說 跟他所調查的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他決定要辦 可是他辦的結果如何 他辦的結果是最後自己走人 自己離開了 發生什麼事 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就是要去改革 他發現了這一弊案 他要去改革 他發現改革推不動 而且開始有人去逗他 排擠他 這時候什麼很重要 不是只有決心 那個霸氣很重要 你必須要有一點手段 你要去推動改革要有一點手段 改革不是請客吃飯 你有霸氣 還有手段 還有謀略 你要懂得溝通協調 要有方法 但是我看到了最後的結果 內情我不知道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張家柱走人 我請問你 當去改革一個績效比較好的中鋼 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今天經理部長賦予他一個任務 叫做什麼 叫做改革國營企業 他的第一要務 你認為有可能做到嗎 中油 台電遠比中鋼 還要來得更加的複雜 你覺得有辦法 能夠改革國營企業嗎 先統個馬坡 所以霸氣 方法 謀略 跟你的協調力 溝通力太重要了 我到目前還看不到這個新內閣 有這樣的能力 可是是不是這個政府 學到這個教訓民眾也不關心 民眾唯一關心的 你能不能達成目標 讓大家的薪水有增加的機會 這是唯一的 因為這些因素 你跟立法會溝通 看不出有溝通的橋樑 然後你對內 我舉一個例子 管中民說他要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講說他希望把金融納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說現在打算這麼做 我告訴各位 其實這一點 陳聰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是在行政院裡頭指示 應該把金融業納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金管會說不可行 案子死了耶 我不懂 陳聰是擔過金管會主委的人 然後他當院長的時候指示說 要把金融業納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金管會陳育章說我不要 就沒了 那你現在管中民有沒有能力做到說 陳育章say yes 好 我把他納進去 你能做得到嗎 就是我剛剛問的 如果還像過去一樣 各自為政師整合 各自為政師整合 每一個部會 我誰也不理你 如果沒有一個同樣的 一個統一的方向跟目標 共同的一個整體的艦隊的 一個力量展現 什麼都是打這個單兵戰 我跟各位相對悲觀的看法 也不太一樣 我的講法就是說 剛剛莫華講的說 順風車重要 我同意 我就舉一個 國人比較熟悉的打棒球來講 今天在組場的時候 如果你順風車 風向跟你一樣跟你同意的話 打擊率是提高的 但是你打擊率提高之後 同時要有什麼 你的投手要投得好 你投手不能投太多的快速球 還有你的General Manager 你的總經理 或是我們習慣講總教練 你的處理方法要非常好 這個時候我認為 我認為 我同意奉心剛才的講法 就是說處理立法院 跟自己裡頭的整合 其實還有一個 還有如何處理媒體 這處理媒體的能力也很重要 但是這一點我是相對樂觀的 為什麼 因為立法院黨團 第一 我覺得國民黨黨團 在去年一年的導彈作亂 他們已經某種程度學乖了 還有第二點 我覺得是這個江儀化 江儀化現在是General Manager 是總經理 總經理不一定要很兇 你看過大聯盟的球賽 很兇的總經理 不見得吃香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做法 我覺得江儀化 我觀察 我全身是不看好他的 你記得我的名言是什麼 是儀化不儀 你知道嗎 但是現在我多年觀察 一年多來觀察江儀化 江儀化有一個優點 我覺得不管藍綠 國會議員不太敢吃他的豆腐 因為這個傢伙 你要咬他 咬不到 你看他的皮真的不容易咬 所以我覺得他在國會的過程 會比較順暢 第二點他這個 自己內閣裡頭的整合 我覺得這幾個部長 不是說需要霸氣來整 我覺得他們是自然形成之間 部長部長重要部會之間的默契 我們稍微回來TVBS的這個 上週的最新的民調 民眾 台灣民眾是非常智慧的 整個馬政府 能不能看出來這一點 新的內閣 能不能看出來這一點 剛才不管說 你是不是能夠說服 或者國會之間的這種問題 有沒有這個經濟的這種專業 不重要 民眾只問你能不能達成目的 我們稍微回來 民調展現清楚明白 來 所有的觀眾朋友來報告 如果大家這個看內行 看這個門道外行看熱鬧 這場的這個內閣改組 其實我們在現場幾位 已經點出來的一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他不管馬英九政府改革 有沒有所謂的這種財經的這種背景 那不是重點 那麼問題是能不能夠有效的統合 那麼更重要的一點 如果所有的好的這種政策 沒有這個執政黨的黨團的支持 或者是理解 那麼整個不但是事被公辦 而且是困難重重 那麼幾乎已經可以斷定未來 如果這一項沒辦法突破 跟維持跟過去一樣的原地踏步 這個對社會大眾來講 唯一的這個目的 你能不能讓我有好的今年 有好的這種機會在薪水增加 即使我今年薪水沒有增加很多 但是我知道你在往那個方向做 TVBS民調透露幾個訊息 很快讓觀眾朋友來看看 政府有沒有努力在這個拼經濟 民眾已經比這個去年年底 增加了幾個三個這個百分點 那麼比認為沒有的已經是降低 可是這基本上還是多半認為沒有 總統的改革支不支持 那麼支持總統改革非常支持 還算支持的 占了41% 不太支持很不支持的44% 那麼幾乎如果你看著一個改革 能夠拿到一半的話已經不得了 可是接下來的訊息才是更重要 那麼馬總統的改革滿不滿意 大家記得你支不支持改革幾乎是對半的 但是你對改革的滿不滿意 非常支持還算滿意的22% 不太滿意很不滿意的佔了65%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你做事有沒有能力跟達成他的目標 這也就是無論是從一個內閣的能力 是不是能夠整合跟立法院的國會的立法 那麼他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本來就是一個各種三頭六倍的這個組合 那麼是不是能夠達成 他就必須不到 不管你叫他是不是有霸道 是不是有權術 是不是有政治的手腕 能不能夠達成目的 這裡面充分的說明關鍵中的關鍵 對 這就是Leadership Leadership就是在改革過程中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內閣的職務他都有政治性 除了我剛剛講的專業重要以外 你這個政治性 也就是你的政治能力有沒有到那裡 當江儀化已經被定位為一個小馬英九 或是他的分身 或是他鏡中找人的時候 而馬英九給人家的評價就是這樣子 而且是定型的話 你說被定位已經被人說到成那個樣子 對 這樣的話 你叫他能夠發揮多少能量 這是使人家質疑的 不過在這邊 我是希望這種江儀化 真的是就是說要好好的 因為他基本上馬英九找人 找人他是找的 不是技術官僚 就是學者出身 這兩類的人 基本上跟那個政治能務的這種接觸 甚至他們對這所謂政治 是有惡感的 這樣的話 你如何來跟整個國會 或是處理這個我剛剛講的 Leadership裡面很重要的 這樣一個政治能力的問題 你們要好好的虛心受教 好好的把姿態放低 跟國會好好的去做溝通 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就是說 現在經濟在大要好起來的時候 起步的時候 你這個結果到後來 你自己內閣自己出問題 沒有把這個整個承接起來 那這對國家是整個不幸的 現在再說有什麼建議都沒有用 這個是基本上這個性格的這個問題 跟是不是能夠完成這個 當然其實即便有基本的性格跟個性 可是如果說了解自己性格上面 缺失的那一部分 然後敢放手 讓能夠彌補你缺失的人 放手去做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做出相當好的成績 我先講就 雖然大家都講江儀化是小馬英九 但我必須說我有限的接觸 我認為江儀化真的其實是比馬英九聰明太多了 判斷事情的能力強太多了 但是對於政治的不熟悉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他的不熟悉不是單純的對於選舉不熟悉 而是實在他過去的經驗範圍當中 他對於這一個領域 其實對於每一個立法委員 他背後的背景是什麼 然後對於每一個人相互的人脈關係圖 他太欠缺這一方面的經驗 那這個部分 以他的聰明要補強 容不容易 容易 但有對的人幫他補強就容易 如果沒有人幫他補強 那他就會非常的辛苦 你看得到這個趨勢嗎 對 我們今天不是要唱衰或者唱忘他 都不重要 因為那也不是唱得出來的 而是說我們真心的要告訴這一個內閣 你們現在還有很大的一個缺點在那個地方 那個缺點就是對內霸對外喬 不管你是對外的溝通也好 對外處理這個立法院的政治手腕也好 這不是缺點之後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補強這兩點 對內霸這一部分 我說真的 對內霸這件事情如果做不好的話 多頭馬車 那你立法院溝不溝通都不重要了 因為反正你自己 你在內部就已經沒辦法進去 你自己內部就已經是多頭馬車了 而這個內部的多頭馬車的這個問題 我必須說現在有幾個幾個部會的首長 還滿難溝通的 看一下TVBS的民調 65%不滿意改革總統的改革 可是將近一半認為他是支持改革 但是為什麼65% 你不管什麼辦法巧不巧 你能不能夠做成目標 能不能 我們稍後回來就這一點馬上回來 回到民調了 很多這個社會大眾看到的 可能根本也不這個關心 可是你關心的話 會看到各種不同的一些的這種解讀 這個新的內閣是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今天我們在現場幾位 已經提出來一個角度非常清楚的 這內閣怎麼樣都無所謂 可是能不能夠兩個狀況 一個在行政院內部統合 第二個能夠跟立法院 把整個的一個政策溝通跟法案的通過 能夠真正的協調 那麼更重要的一點 是誰說這個僵硬話 是一個小馬英九 楊隆姐 我覺得國民黨 你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領導人 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領導班子 你一定要有一個體認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說 你在執政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做好 你真的責務旁貸 民進黨在執政的法案裡面 有一點是值得我們去寬容他們的 因為不管怎麼樣 民進黨從來沒有在國會裡面 掌握過多數 他要花很多的心力 想辦法在國會裡面 其實他居少數 想辦法湊湊湊湊湊湊湊 然後在每個議題上面 盡量的去切切切切切 看能不能夠從非民進黨裡面 再切一點票進來 然後讓他很多的政策 還勉強能夠推得出去 可是你國民黨長時間 尤其在你執政的時候 他不是政治能量的問題 馬英九2008年之後 你在國會是超過四分之三的 馬英九拿到了選票 即使這一次都拿到690萬票 從台灣總統民選以來的 第一高票跟第二高票 都在你馬英九身上 你在政治上面的mandate 是絕對絕對夠的 但是你沒辦法發揮出那樣的能量 是性格的問題 但是性格 我覺得到了這個年紀之後 你要去期待他做什麼 天大地大改變不太可能 可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過去大家經常用很簡單的標籤話 標籤話有的時候是 政治鬥爭的技巧 說你看姜英偉 姜英偉就是個小馬英九 那就是馬英九喜歡的人 他就跟馬英九一模一樣 用這種方式引導大家說 你不要再對他期待很高 你看馬英九都這個樣子 姜英華還能怎麼樣 姜英華就像鳳馨講的 最少以我們過去 跟他同學的經驗 這些人看下來 如果他除了外表斯文 講話溫溫的這件事情 你說跟馬英九像不像 我想很多國民黨的官員 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就他的思維 跟你如果近距離 跟他face to face 建造拆拆拆式的對話 你就發現他其實跟馬英九 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你說他是小馬英九 我實在不太應用這種方法 最少在政壇上面 我看不出來 馬英九過去用了幾任的行政院長 你說陳聰會像馬英九 打死我都不行 你說劉兆成像馬英九 打死我都不行 你就算是吳敦應是他的副手 你說他像馬英九 那才怪呢 沒有誰 誰是小馬英九 但是我覺得大家 對姜英華的認識不夠 這點有時候對姜英華來講 是優點 但是也可能是缺點 我跟姜英華從研考會主委 到內政部長 到行政院副院長 我認為姜英華的溝通 跟立法委員溝通的能力 比馬英九還差 姜英華是個非常拘謹的人 而且他的政治力量又低 他也沒有選舉的經驗 他根本不知道立法委員要什麼 他根本也不知道每個立法委員的背景 就如同當年我是李登輝的學生的時候 我問李登輝你怎麼在做台北市長 怎麼跟議會裡面的議員溝通 李登輝回答我一句話 他說每一個議員我都給他準備一個抽屜 每個議員準備一個抽屜 所以他充分了解每個議員 叫什麼 想什麼 背景是什麼 他知道怎麼去跟他們互動溝通 他知道怎麼去駕馭 他做單一對的 對 可是姜英華懂嗎 你不懂的話你怎麼跟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很多人政治歷練比姜英華 要深得多 厚得多 高得多 強得多 好 談到行政院的內部 行政院的內部的公務體系 就像個迷宮一樣 你認為姜英華摸得熟嗎 我們莊委員做過全序部的政務次長 你就知道公務體系有多麼的複雜 有很多東西你理想是很好 在行政院的院會提出來以後 你會被很多的部會首長看扁你 很多的部會首長是從事務官 一步一步上來的 今天下台的尹啟明 從紀氏組長開始幹起 一步一步爬到部長 那我請問你 你不懂公務體系的運作 你對於沒有辦法不瞭解 你又沒有霸氣 我請問你 你在行政院的內部 你怎麼統合那些閣員 不可能有霸氣嗎 這點到目前為止 您比較從這個非政治角度來看 你希望 其實剛剛邱委員講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順著邱委員的話講 因為如此 所以我覺得姜英華要抓大放小 因為現在老百姓要的是一個目標 是要的願景 而且要的是一個 可以讓大家馬上信心上來的 所以我認為姜英華兩件事情很重要 一個是改變 一個是推動 不管你怎麼做 你要讓我們看到你這個心格上來 有改變的感覺 不要說舅舅莊新平 新平 莊舅舅都無所謂了 改變 然後你開始要推動 有東西開始推動 剛才邱委員所講的這些事情 一些知知節節 細微末節 當然這個政務體系太複雜了 一個部會 不要講整個行政院體系 一個部會 那空降主委下來 空降部長下來 沒有一個兩年他哪摸清楚那些門道 不要講說整個行政院 真的就我以前跑財經部會的經驗 那個學者空降都是災難 為什麼 他下來還要半年都搞不清楚狀況 連門在哪裡他都不知道 他不要講說他去推動政務了 所以過去民進黨 這個執政時代我對不起 專門講一句 我不是故意講民進黨執政時代 是真的因為我跑新聞 最主要這八年在民進黨執政時代 有一個部會的主委跟我講說 我沒有長期政策 我說為什麼 我這個一個學者 台大學者下來 我連什麼狀況都搞不清楚 我只能做短期的 我哪有長期政策可以的 所以江儀化現在只能抓大放小 這是我真的建議 而且陶哥 他要立竿建議 所以做什麼很重要 做什麼很重要 立竿建議 我們稍後回來 而且2014年 馬上就到了 12個月之後 就是另外一場七合一的這種選舉 那麼打垮馬或者是把馬半島 在這一年之內 那麼是一個非常關鍵 而且全面性的會來做這個行動 可是馬英九先生 無論是重組內閣 能不能夠立竿建議 也沒有幾天的時間 稍後回來 所有的觀眾朋友剛才我們在現場 其實如果大家仔細聽的話 這個對民眾來講 不管你是叫做U型翻轉 V型翻轉 我的荷包有沒有增加 這才是 我有沒有有感復甦 才是重點 可是剛才沐華先生提出來 一個這個角度 這個新的內閣大概就這兩件事情 變跟動才能夠立竿建議 變動立竿建議 這就是最後的關鍵 其實各位大家的憂心跟對江儀化的批判 我都同意 而且我甚至講得比各位都早 而且我當面告訴江儀化了 我說總統他是個心智精神狀態 非常健全的人 你也是 你也是 還有院長也是 他告訴我說 你去告訴院長好了 他在樓下 所以這個 這個憑良心講 對逆境是非常不利的 去年就是逆境 我們今年是順境嗎 這是相對的問題 剛剛沐華講過了 他說孫洪佳 大家都不得不承認 未來一年是比較相對順境 所以我覺得你們對這個江儀化的擔心 恐怕沒那麼嚴重 而且江儀化不完全是小馬英九 他跟小馬英九之間 其實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他的韌性 而且我覺得他的韌性是強韌的 不是一個人的韌性 不是那個責任的 而且我覺得他對事情的認知的速度 還有再加以適應的能力 我覺得都比馬英九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相對樂觀的 我們六個月以後回來看 可是沒有多少這個時間跟這個機會 這是剛剛講的 要不然就是要變 而且讓這個事情能夠動起來 結果是有一個立竿見影的 這在未來這個三個月之內 現在我們剛剛已經指出來 這個新的內閣沒有賞位期 沒有蜜月期 就開始 不管是2月18號開始當天 就可能已經要變成驗戰 而且必須要面對 今年一定會爬山倒海來的事情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美豬 你農業要不要開放 核四的問題 還有不要以為物價問題不會再出現 因為現在日幣的大幅貶值 會弄得亞洲的貨幣 大家也在競貶 競貶的話就會造成能源價格的又上升 也說不定 還有這個年金的問題 這些都要面對的 我為什麼一直對這個 剛剛那個鳳欣在講的 就是說這種對內霸 對外巧 不可能 對內你怎麼霸起來 你只有5年的資歷 你在偉大能夠霸起來 而且過去 過去你看看江儀化 現在也不要去太美化江儀化 說他能力多強多強 其實像他這樣能力的人 這樣的學者其實也非常的多 過去的葉俊龍 我就認為是一個 那麼大家想想看 江儀化過去 我認為他主導了幾件事情 因為五都升格以後的 配套的法 到現在弄得 在立法院都還沒那個 國土富裕也不行 組織改造 最近大家 中國時報一直在討論 這個大家都在打問 民眾現在很簡單 物價的督導 請問去年的物價 控制住了嗎 你現在做這個事情 你能給我什麼 這個討厭才來 最後一分鐘 立竿建議我順著木華講 抓大放小立竿建議 是江儀化現在 唯一的一條深路 但他能不能做到立竿建議 能夠立竿建議就立威了 這時候就霸氣了 我成功過了 好 他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 他裡面的毛澤國張家柱 對桃園航空城很熟 管中林對自由貿易區很熟 經貿區很熟 你如果順著這兩個重大的主軸 你去做 做出成績 你就立竿建議了 一旦立竿建議了 就立威了 立威以後 就沒有人敢看扁他了 這個社會裡面都是這樣 你強我就弱 你弱我就強 如果這時候能夠抓到重點 抓大放小 能夠立竿建議 他就能立威 他以後就真的是順風車 那就看他的抉擇了 是 像 因為用這樣一話 當然就是希望無縫接軌 就是很快能夠接得上來 可是其實現在的 現在的政治環境裡面 你即使有很強的報復企圖心 跟市政目標 因為還是有很多 既定的危機在那地方 等得一個一個發生 時間表你幾乎都可以排得出來 你算也可以算得出來 未來這一年之內 不管你經濟多好 有一些危機你是躲不掉的 你年輕要怎麼處理 下個會期馬上見真 然後江一花是一定要負責的 剛剛講到不管是美牛 或者是核四的問題 美豬 美豬或者是核四的問題 這些每一個上台面的時候 他都不是江一花可以主動選擇 可是他必須要有被動接招的本順 他要能夠處理得好 最少讓人家比起來就是 不會比去年處理得糟 那這個時候你還要 你還等要過 因為這每一關他都是硬仗 比如說核四好了 現在官方的態度很清楚 我核四還是準備要運轉 可是你會看到就是說 在311之後 整個民意的那種 排山倒海式的轉變跟強度 這些都不是 你主觀意志所能夠克服的 你有你的市政目標 你有你自己的企圖心 可是你要同時能夠因應那種 已經在那地方準備要 要引爆的定時炸彈 那個是很困難 最後30秒 我是覺得啦 我是觀察我覺得馬總統 是在最後的三年多 他是真的想做點事情 第一個 食不我語 時間急迫性 第二個 選舉快到 不然他不會派金服衆到美國去 他不會派王允許到羅委會去 他不會找江一花當行政院長 所以我覺得馬總統 他是要做點事 所以剛才各位所談的 我覺得很重要一個關鍵是 馬總統你自己的決心到哪裡 剛才邱委員講了 黨團真的不能搞定嗎 馬總統你不知道 立法文要的是兩件事 一個位置一個就是利益分配嗎 對 那你只要能搞定這兩件事情 當然黨團不能搞定 這馬總你要不要做 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而已 這個以中性格不合啦 我是真心希望江一花能夠做好 這跟個人私交無關 而是他做得好 其實台灣都會很好 所以我真心希望他做得好 所以提出來他的缺點的部分 只是希望他能夠補強 不是他自己改變 而是利用其他的人 來補強他這一部分的缺失 我現在剛剛這個 唐湘龍所點出來的三大議題 其實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很擔心經濟好了 他核包也許真的增加了 但是如果看到你 美足也沒處理好 核四也沒有處理好 年金也沒有處理好 我就算薪水漲了 我都會覺得你不好 所以這一個威望是很重要的 把事情做好 不是你的個人問題 而是台灣未來能不能好的問題 重要的 在未來 根本沒有所謂的 嗓位跟蜜月期 立竿見影 民眾再看 再回來先回一種會 晚安 謝謝